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来到《仙敌尽数心中情》 《仙姐姐信伤》的环节 近日有不少朋友 传信给我们 我们选了几封 看看他们有什么烦恼 亲爱的仙姐姐 本人是中港家庭一份子 对于港官的通关愿景 感到很迷茫 说开通开通 一直等一直等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通 等了很久 等了一年多了 等了两年还没开通 有点辛苦 有点想掉眼泪 我应该继续等下去吗 心急人想 对于那位朋友的遭遇 都真是很令人同情 正如当仙姐姐我 见到新闻报道话 大批市民连日来 冒着低温严寒 拖着一箭二箭 情愿选择北上 坐二十一日夜监 都不情愿再信港官 朗内了识的 十二月首周有望小通 通关 仙姐姐不知道各位有多少做人方面的月历 但相信各位手机都可以开出个月历 现在十二月都来到最后一周了 港官一直说的十二月首周有望小通 难道是指农历十二月 当然了 深水清的人都很清楚 现在说的是通关 不是通顶 或者批诈 港官可以计划到事呢? 何况现在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肆虐 北京冬季奥运会 春年二月才举行 你觉得广东 深圳一带 有哪个地方官 敢谋谋然 无妨病毒进入内地的风险呢? 一旦病毒四维扩散 追究起来 并不是像港产官僚一样 就算抗疫多么不认真 多么不力 照样嘻嘻哈哈 大喷口水化 内地官员抗疫不力 是要丢污沙的 市民如果没有上级 开绿灯 哪个地方官敢冒这个险? 好了 港产官僚 在根本都说不出事的情况下 作出的任何摧虚 或者承诺 仙姐姐只能够说 妹妹 你要学会 戴眼识人 好了 听下下一位听众朋友 有什么烦恼 你好 仙姐姐你好 我是正工作者 对于深圳当国近日要求 入境人士 在口岸即场进行核酸检测 要拿到阴性结果才放行 哎呦 引致那个过关时间拖长了 其实可以等那些旅客 入境之后 去到酒店检疫才做检测 都可以 你说是不是 就是先 仙姐姐 嗯 听这位正工作者这么说 他似乎很崴港官酒店检疫那一套 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早前 富豪机场酒店 东涌福鹏喜来登酒店 尖沙咀华美特华丽酒店等 都先后爆出过 酒店检疫爆疫事件 哎呦 有什么政客 就有什么政府 不过 酒店检疫爆疫 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本地没有几多正工作者 是真的明白 什么叫做严格抗疫 更加不好说 会明白什么叫 政治中的明节保身 都是那句 内地没有官员 在抗疫这件事上 好像港产官僚那样 做戏这么做 在口岸要求入境人士 即场进行核酸检测 有阴性结果之放行 没错 是会令旅客花多了不少时间 但什么叫把关 在口岸筛选出 有入境人士检测情阳性 怎么都胜过 入境人士入境 只在酒店检测出 这种做法 除了把病毒 进入内地的可能性 减到最低 更加是有什么事想来 问责道的话 有所交代 否则 凭什么证明自己 有严格把关 对上述措施表达不满的 正工作者 除非是想兜个圈 引起北上人士注意 要预充多时间提早出门口 又或者想等人 再想想是否真的要北上 甚至 再将心独运 原来是想帮在上面做官的朋友 立此传召 证明老友真的有做事 否则 真是难怪有句说话叫 政治或许是唯一一种被认为不需要准备的职业 好了 说到再想想是否真的要北上 应不应该继续等港官搞通关呢 先姐姐只能够说 等 肯定是等 肯定是等 为什么不等 这种商务人士 任何人不符合这个资格 就算即日起通关 他们留到配额的机会都微乎其微 那还在猶疑 在想 在等 不是响应楼港就地挂连 透过手机 帮手臭B 银鼓鼓 又是什么呢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大家对于今集节目内容有什么看法 是like 搞错 还是吃花生呢 投票告诉我们 最后送上这段音乐给大家 如果您留意请该务码 安全 spoon 炪 这 STEVE 是 什么 如果你 inte 。。样